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一看这个爱字的写法 这个爱字在繁体的规范字当中应该是这样写 和上面略有不同 应该是一撇三点 这样一个宝盖之后 然后这里是个心字 这是个心字 下边是这样的 所以在繁体字的这个字典当中 次典当中 你要查这个爱字 得查心部 必须有这个心 心是这个爱字的核心 因为他解释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爱嘛 要用心去爱 是心情的一种表现 但是我们上边写的这个爱字 我再写一遍 给大家看 跟这个规范的繁体字稍稍有点区别 就是古碑帖当中 多数都这样写 欧阳荀是典心一粒吧 注意看 注意看 这个地方是这样 这不是奔着这个心字写吗 他点了一点之后啊 他直接这样过来 你看 他实际上啊 是把这一撇 和那个心字上面的一点啊 连在一起过来的 所以你不能当闭子去看 如果在右边再点一点 这样 这样看来 这上面已经不是一个心字 就是一个闭字 所以这个字就不准 但是虽然不准 大家会问 古代的书法家 有没有在右边再点一点的呢 有 但是我们不管是谁写 我们都认为他不准 暂且不说他是个错字 至少是不讲究 比如说写忧虑的忧字 我们讲完这个爱字之后 大家要引伸去看 比如说忧虑的忧字 也是这样 注意看下边 也是这样 点了点之后 这样 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们却见到燕真清呢 右边有点点的时候 所以说 当这个字不准的时候 我们不管是谁 包括汪西枝在内 若这样写不准 仍然是个问题 但是像欧阳荀 汪西枝他们写说 都是按照我们上面所说的那 指点一个点 拿着一瓶 直接带下来 这就比较讲究 这个字准 因为它是个心字 你不能让误解 又是个B字 所以在写这个时候 注意看 再在这个地方 调起来 这是准的 再加一点 就写的 有些问题 在文字上 出现一件问题 所以告诉大家 这个爱字 在解体上 和古碑帖的写法上 有这么多的要求 这里要向大家说的是 在技术上 这一瓶 就是永泽八法 讲的那个着法 一期比是慢的 轻比是快的 这三个点 注意 尤其右边这个 要短 不要写长了 当三点来处理 最后这一点 不要写成片 写太长了 就不好看 不含蓄 然后这个宝盖 注意 写的要宽放 前面我们对于这个 天赋者 这样的字 已经介绍不少 就是这样的宝盖 一定要写的宽放 最近有个网友 提出一个问题来 他说就这宝盖 如果写不直 如果写不直 应该是这样 直 如果写不直的时候 是应该往上扳的 还是往下扳的 我告诉大家 如果写不直的时候 一定要往下扳 往下 是这样的 也就是 是这么一个形状 可以接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不可以 反过来就不行 当然尽量写直 在写不直的时候 可以向下扳一点 有一点宫形 向下 再看一下 这是字 比如说 这样写 已经就是宫形 但是还能用 好吗 也不好 但是 您和这样 也别写成了一个反式 反式的就是说 把这个爱字 写成了 这个样子的话 上面是这样 如果像是写这样的话 这就不能接受了 这就糟糕了 这不可以 所以在写宝盖的时候 那位网友问 是往下弓 还是往上反的弓 我告诉你 一定向下覆盖的 但是 最好是写平 这笔写平了 是个基本弓 写的又有力量 笔画又不粗 又非常的严谨 再看一遍 这个藏品 是需要基本功的 注意这个地方啊 古人写说 常常探出一点来 就这个地方 探出一点 应该不探出来 但是古人写 这常常要探出一点来 这点也是一种情趣 不影响认读 是个情趣问题 所以呢 不成毛病 所以你不探过来 也可以 探过来 也不算错误 这是我们介绍的 这是爱字的楷书 看一看这爱字的心书 这就是我们后来的 简化字 那个初心 现在简化字 不是写成 下边是有字吗 也许它的目的说呢 有爱的意思 有有字呢 才有爱 实际上 这个爱 跟有爱 这个关系 有很大的距离 有很多很多的爱 比如说 这个亲情之爱 母子之爱 父子之爱 兄弟之爱 骨肉之爱 和夫妻之爱 不能解释为有爱 是吧 包括爱情 性爱 都不能解释成为有爱 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热爱 尊重 不能解释为整体的一个爱字的 不能把它说成是全部的内涵 因此 要把有字解释 从文字学角度解释 也是不通的 所以还是心字 因为不管是有爱 还是亲情之爱 还是爱情之爱 都跟心字离不开 所以古人们那种造字的过程 真是非常之高明 我们的先民实在是太伟大 那么我再说一下这个字的笔画特点 写楷书的时候上面如果不写一品 直接写一横可以不可以 也未尝不可 但是不讲究 应该还是上面写一品 规范吗 但这样写也可以 但到新书的时候 一般的为了简便起见 它都写成一横 看下边是这样 转过来 转过来 是这样 这是兴书的那个爱字 说这地方没有转过来怎么样 也没有关系 在兴书当中要求不像凯书那么严格 没有转过来 就没有转过来 转过来了 就转过来了 这不是重要的地方 但是这个爱字啊 在兴书悲涕当中 我们还见过 有这种写法的 也介绍给大家 就是上面是这样的 这不论凯书是行书 都有这种写法 所以后来上面的这个写法 就成了草书的依据 因为写爱字书 经常上面有人这样写 所以呢 到了草书阶段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请注意 这个上面这个关系 左边一点 右边一点 就是 很多 悲涕当中 包括凯书 兴书 都有这样写的 就是写成这么一个脑瓜 所以草书就根据这个特点 把下方的那些复杂的关系 只用这么一个三个转折就代替了 而上面保留这个字型的特点 这个爱字 我们再写啊 这个草书啊 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注意看 起笔从这边转 这样转 这个字啊 好像不必须得这么写 因为还可以这样写 注意看 这上面的脑瓜写完了 直接下边写这么三横 这也是草书 草书这样写的也有 上面这样写的也有 所以大家呢 知道我介绍的主要是一种 特别是 最后向大家展示的 凯兴草的三种写法 我们只能写出一个字样子来 但是那绝不是 唯一正确的 唯一一种写法 不是这样的 所以在我现在讲解当中 要尽量的多讲解几种 让大家 更开阔一些个 这个眼界 大家注意看 这样 这笔为什么要从这边起呢 为什么这样起呢 为什么不这样起呢 刚才我说了 也可以这样写 就上面直接写个木字啊 就这样这个木字 下面写 这就是爱 但是连写的时候 要从这边往这边起的原因呢 就是爱字本身 上面开始是一撇 所以他把这一笔保留下来 直接的转过来 这是写这个爱字的 基本的初衷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当一横一竖在交叉的时候 这一横和这一竖在交叉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拐过来的 注意看 在草书当中 有时候就这样拐过来的 大家会说 这一样吧 习惯吧 不要这么以为 这是跟文字有关系的 大家注意 这样写啊 是大 这就是大 这样写啊 是全 就当狗奖的那个全 所以尽管呢 这边右边没有点点 只要从这边起来的这个字 这都是全 这绝对不是大 所以大家注意 在右边起的这个 这个 点画 你写从右边起 往往是右边 因为有个点 比如说 写一个 咱们简化字的数字啊 当然是 应该 繁体写应该是这样 是这样写 但是就说这一个字 如果单写的时候 它必须是这样的 这都不用点点了 这代表数了 所以我们写繁体字 这个数字的时候 草字啊 看 必须从这边起 这就是那个数字 包括写球 追球的球字啊 也是要从这边转 啊 是这样 因为球字不是右边有一点吗 这个地方有一点吗 所以就从这边转过来 就代表它了 因此告诉大家 在转这一下的时候 咬的时候 是不太严格的 咬的地方是严格的 所以在这地方 大家不可以掉以轻心 就随便的 从哪边起都行吧 不是这样 好的 我再把凯清早的三个字 向大家 做一次演示 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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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 新书 新书当中 或者可以这样写 草书呢 就是这样写 或者是 这样写 今天有关 爱字的 凯清草 三种书体的写法 就向大家介绍的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